现在是春假 老二也是放假 但是把他送去了Spring Camp 送完两位才去上课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一 判课了 星期一是因为啥呢 因为有个audition 叫callback 就是我的第一次经纪人给我设计的 第一次callback 从来没有callback过 然后也是个feature film 然后一点钟嘛 12点多的callback 所以我就一个是要准备 另外的话如果去上课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这个callback 那我就后来就决定不去上课了 那晃了一堂课 今天又上一天 接着去上我星期三的这堂课 最近我开始拍演员的interview 请他们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 一个是能让我的观众有一些新鲜感 另外我也会从中吸收到 听到很多那种经验的东西 至少这三四十分钟的话 我们可以好好的就是聊关于演员啊 怎么样 每个人的经历怎么去做的 然后怎么去争取一些audition 拍表演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 然后各种分享吧 目前来说做了四期了 陆续的会已经有安排后面的几位朋友 陆续的来做 那将来的话我跟我拍过戏的 大家聊的来 然后也愿意接受我这个小频道的采访的话 那都欢迎你 所以我这个可以持续的一直做下去 来让大家打开一扇了解在美国 或者说是其他地方的演员的这个一个窗口 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 不管你是有演员梦 还是说对这方面的话题有兴趣 还是说个人的故事经历有兴趣 我觉得都能让大家有一些收获吧 然后这个星期天有一个USC的小短片 就拍一天 得去拍 得研究一下 就是一个麻将的一场戏 打麻将的 这是第二次拍打麻将的戏 上回拍过一次 上回发现就是我们四个人 原来三个人都不会打麻将 然后就现场学了一些 那这场的话 它重点也不是在打麻将上面 而是在打麻将的过程中 家庭的一些矛盾 一些问题 在聊聊聊聊出来的 刚才去上课的时候还是下大雨 然后现在放学了 天气 天就转晴了 很暖和 很舒服 今天的话上课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最后的话 老师就放那个 Sanford Sanford Meisner的一个 documentary 一个视频给我们看 那 之前我一直在说那个behavior behavior当然英文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真正的含义 但是我一直把它说成的中文就说错了 我说成的是状态 其实behavior应该是行为 就是Misner一直就是围到的这个行为 就是对方的behavior 那你要观察对方的behavior 把这个behavior说出来 不断的去捕捉这种behavior 每个人 你说每一句话 每个时候 他的behavior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这个蛮重要的behavior behavior 老实说可能这周就会 这周末就会给大家发那个信吧 然后下个礼拜一 就要百分之二百的准备好了 你才可以上 我不知道 到时候收到的信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进行 也是很期待 到时候我们 我在等这个信 等到了跟大家一起聊 然后今天星期三 我们下星期二 再继续我这个上课的视频 拜拜 到时候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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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